全油管最快新闻 重庆卫校聚餐乱收费 400元一顿饭,值得吗? 8月25日,有学生家长通过网络视频 反映重庆市河川卫生学校疑似乱收费的问题 该家长称,最近学校组织了学生集体聚餐 每个人收了400元 让该家长不理解的是 学校为什么要组织这种强制性的聚餐 每个人交了400元 而且吃的饭菜看起来也不值这么高的价格 有网友在评论区写道 一桌也就值300元 这则新闻暴露了重庆市河川卫生学校乱收费的问题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作为教育机构 学校应该负责任的管理财务事务 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强制性收费 订阅新闻及速递 最先知晓天下事